炸弹变炸弹,高铁搞乌龙 哦,说到你们高铁,没被气死也剩半条命 昨天我从台北高铁站要搭12点48分的1155列车到南部出差 准备上车的时候刚好你们福清源在巡视车厢 他寻着寻着,看到商务舱旁边电话亭里竟然有一张直条鞋 有炸弹 你们通知铁路警察赶快到车厢内找 再把我们所有人疏散到另一辆列车 结果你们在里面找了32分钟 连个鬼都没找到就算了 居然跟我们说,那张恐吓纸条是乌龙 是你们两天前演练贴的,忘记撕掉 这还真的是有炸弹 我一秒几十万上下就被你们这炸弹浪费了三十几分钟 要退费,你们跟我说什么 再说一次给大家听 听你们在屁,不是你们的责任难不成这张字条 是我们去放的吗 还一千多人跟我一样被当务行程 你们却只退半价,有的人还没得退 好荒唐啊 你们退费如果跟涨价一样又快又有效率 那该有多好啊 动新闻,高铁你累了吗 报导 下集后 三十万化 二十万化 ці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